本期话题喝啤酒的好处和坏处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喝啤酒的好处和坏处 喝啤酒的好处可能大家都可能比较容易知道 首先呢它可以解壳还有脂肪 这个是就是不充能量不充水分 这个是它的第一大好处 就是因为它一样来比较充分 人家所叫液体面包嘛 它含的维生素或者一些能量物质 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它还有就是说它水分也比较多 所以对止咳比如夏天它偏良性 在夏天清日止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讲好处是很多 还有呢就是说调整情绪呀 这都有一定帮助 但是呢它鼻息是含有酒精的 这是第一个我们讲要注意它 第二个呢我们讲它本身的营养比较丰富 用于吃多了之后能量过剩 这个是要注意的 我们下面呢我们讲它的不好的方面呢 不好的方面第一个是就讲它的酒精含量 对肝功能不好的人 不管它怎么讲它还是对伤肝的 对肝功能不好我们要注意 第二个呢我们讲 因为它含有漂亮的这些物质是比较多的 因为尿酸高的人那么就是要尽量不要吃 尤其是当和海鲜一起吃的时候 很容易诱发痛风 这是它不好的方面 第三个呢它是偏良性的 对皮肺虚寒的人经常会引起胃伤道疾病的不适 所以这是主要的几个方面 对皮肺虚寒的人经常会引起胃伤道疾病的不适